大家好,欢迎你来到与神同行 今天我们的经文是《勞家福音》一章26到38节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家八列奉神的差遣 王嘉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同女那里,是已经许佩大卫家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同女的名字叫玛丽亚 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玛丽亚因这话就恳惊放 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她说,玛丽亚,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身子,可以给她起名叫耶稣 她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她做大为的,为及她 她要作雅国家的王,直到永远 她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丽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任备你 因此所有身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广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要男胎 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人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大能力的 玛丽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她去 大家从这个圣经故事学到什么呢? 你有没有试过我们突然其内遇到一些事情 我们没有预计过的 也都没有想过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 而往往这些事情都是一些不是那么好的事情 你们的反应是怎样呢? 是不是很生怒,很恐惧,也都拒绝去接受? 或是好像玛丽亚那样,很恩实地回应 神的呼召,神的安排 然后去接受所有一切未来来的事情呢? 其实,在圣经罗马书8章28节曾经讲过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就是按他指以被照的人 其实,你想想一下,有很多事情都不是我们预计到 或者我们控制到 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 用恩实的心去回应神的呼召,神的安排 因为我们要记住,神是永远与我们同在 其实在二十多年前,我的小孩被认识为一个自闭症的小朋友 当时我都很害怕,也都不知道怎样去反应 正在我旁徨的时候,我当时工作的老板还问我 哇,你个儿子自闭,你怎样去控制? 你怎样去兼顾所有这些一世的事情? 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瘋了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他说呢? 我说,神因为知道你应付不了这件事情 所以他不会放一个这样的小朋友在你家里面 而因为神知道我能力可以应付到 所以他就放在我的那里 其实我老板根本不是一个基督徒 我也都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会这样跟他说 但是我就是这样跟他说了 因为在我心里面,我知道神不会放下我 会一定会跟我走这条这么艰难的路 二十年过去,我儿子现在是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 不过是一个不一样的年轻人 是一个自闭的年轻人 但是我们这条路不是容易走 但是我们觉得神是没有离开过我们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个恩赐的心去接受神的安排 让我们一同的祷告 主要我们很感谢你 感谢你让我们从这个圣经的故事学习 我们怎样要有一个恩赐的心去回应神的呼召 神的安排 因为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永远是高于人的旨意 无论一件事是好与坏 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必定是最好的安排 因为我们知道神是会保守我们 会带领我们走未来的走路 只要我们有一个恩赐的心去回应 就已经足够 以上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命祈求 阿们 神爱你,神祝福你 下次与神同行再见 佛川檜 阿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